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请看 印度政府向台商招手 希望台印能够打造电子生态链 淑芳姐 请上来 为什么印度找我们台湾 而打造出电子生态链 台印 又是怎么一个生态链 不要说印度找我们了 印度的市场真的很迷人吗 连Google都要去 所以淑芳姐 为什么印度对台湾的企业有兴趣 很简单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美国 大家知道矽谷是不是科技重症 对 那最多的人是什么 黄人跟印度人 对 听说印度人那个理科很强 对 所以印度虽然贫户差距很大 有钱人很有钱 穷的人很穷 但是科技是很进步的 没错 那所以呢 他跟中国大陆 为什么这些像中国大陆 库克常常去 对不对 印度我们大家都要去投资 因为都有人口红利 他们的人口都10亿以上 那像我们台湾是2300万 2300万你每一个人都买一个手机 你才2300万只 可是如果印度人呢 10个人买一只 是不是就超过1亿 没错 所以这就是叫做人口红利 那为什么印度会找台湾 当然受疫情的影响 它的风果已经两个多月了 经济是不是重创 他们才刚刚起飞 就碰到这一次经济是重创的 所以他们的一个总理莫迪 就提出30兆卢比 30兆卢比 20兆卢比 那是多少台币 8兆 很多 所以很多 所以他叫做一个叫 印度自立更生特别经济计划 所以他主要是要强化的什么 强化的是印度最强项 叫做科技 电子科技 所以这个印度自立更生特别经济计划 所研理的将会是抓印度的理科数学的强项 结合到我们厉害的地方 叫电子 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经济规模 对 当然他里面还有涵盖汽车什么 因为台湾汽车本来不强 所以我们再强调是电子 是因为他结合我们很多的电子 当然还有些传统产业 一共13个一个产业 那大家为什么我强调的是电子 大家来看 印度电子制造成长 2012年是全球大概他占1.3% 不高 到2018年是3% 说这样算高吗 我告诉你 我们都是在看成长性 这是几帕 两帕多 等于两倍 这就叫两倍 所以大家要看一个叫做绝对数字 跟相对数字 这是差很多的 所以呢 那你看这个数字上面 是不是只占全国里面的3%电子制造 但是哦 他的一个手机已经是全球第二了 手机的制造 那台湾的手机组装强不强 强啊 那台湾所有的手机组装 有做苹果的都有到印度去 所以如果照这样来看 应该很多国际的手机大厂 组装部分 厂设在印度 所以做好手机之后 从印度出口 印度才会变成全球第二大的手机出口国啊 对 所以大家很多人除了要吃他 因为他现在还贫富差距很大 先站在这边站一个据点 像Google也去对不对 站一个据点之后 再应用他的科技 先做手机出口 那将来印度有钱的 会不会变成手机消费大国 会啊 对 他就是这种概念 因为他的人口猴力真的非常诱人 那我们来看看 他可以连结什么样的产业链 他有共有三项电子产业投资优惠计划 譬如说你土地我给你优惠 我租税给你优惠 他就是这样子的去做一些连结 吸引外商 对 所以大型电子的制造 台湾跟印度三厂链 去做连结性的奖励 所以他有一个聚落 这个聚落是什么 电子零组件 半导体的制造 然后做一个聚落2.0的计划 通通放在一起 那请问他为什么要找台湾 你半导体上面来讲 台湾的IC设计 台湾的晶圆代工 台湾的封装测试 世界上面谁人工跟我们比 都是No.1 No.2的 对 那电子零组件 像零组件PCB的部分 或是我们说组装的部分 那请问台湾够不够强 不用讲那个 我告诉人家被动元件 现在国际集团 都已经是世界 几乎是第一了 对 所以他本来就可以 根据台湾最强项的电子 去做一些的结合 当然他还会结合别国 我们说一共13个产业 去做印度自立更生经济计划 所以书方姐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合作的是这一些的话 那厉害 台湾提供半导体相关的技术 know how这些等等 人才就从印度给 然后强强合作之后 可以打全世界 我希望人才还是台湾给 不然技术会容易被偷吃 但是印度 我说他贫富差距很大 有人口的红利 他的劳工成本够不够低 绝对比中国大陆低嘛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的毛利上面 一些低毛利的公司 其实很为什么说 手机组装都跑到印度去 就是吃这个区块 好 书方姐讲到关键点了 当我一家的外商 台商或外商 要到某国家进行投资 上次梦到礼拜一不是讲了吗 都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土地成本低 劳力成本 人口红利等等 都是考量因素 我们台商选择印度 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下一张 我们台商也选择越南 只是为什么台商也爱越南 其实这个部分 我刚才有讲 中国跟印度 是所有的投资大 企业家里面的最爱 那中国跟中美有贸易大战 那贸易大战 它的地利之变 跟中国连接度最高的是哪个国家 越南 越南 所以有很多人 并不愿意放弃中国大陆 这个盗嘴的肥扬 他就会移到越南 因为到越南设厂 然后越南也是东协10加6 现在是10加5 SIP成员国 所以到越南设厂 当跳板 跳到中国大陆市场 对 也就是说 他本身来讲话 他就是把中国大陆一些东西 移到越南去 但是他还是要去占据 这个地利之变 我懂了 所以他这个部分 占输出入银行里面 融资转融资 投资融资的 受性的比重高达四成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复杂 我把它讲白话 就是台商跟银行 借钱到越南 投资的比重竟然这么多 险进我们很多的台商 为什么叫输出银行 就外商银行 在那边分点就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借了很多钱 其实到越南他们很喜欢的 对 那你来看看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名字好像退出中国 但是暗地里又不肯断 这个期待的原因呢 你看他这个融资的部分 有很多都是跟中国大陆 还是有晚来的企业 那西南向国家里面 他统计出来 他是占第一名 所以台商如果撤出中国大陆 却又不愿意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将会转到越南进行投资 对 因为越南他跟整个一个中国大陆 他上面就有做土地连接了 对不对 而且说实在的很多越南人里面 会讲中国话 因为他们就是训练这样子 你去越南 尤其靠近北越 你就知道都会讲国语 那从中国大陆 一句越南刚刚讲地利之变 那这个部分 刚刚瑞涵有谈到accept的部分 或是各方面 我在越南你能打我吗 我就不算made in China 对不对 那产月聚落供应链的成熟 那这个部分里面 他就是你看我们台湾多聪明 越南就以传统产业为主 印度就以电子科业为主 全部都是我们的强项 赞哦 所以你看不是台商 做传产的到处移动 移到印度的是以高科技 半导体为重 电子 那到传产的 到越南的呢 是以传产为主 因此呢 到印度也好 到越南也罢 台商呢 反正有路可以走 他的商机就值得期待 最后一张 印度越南概念国 这一次瑞涵很严格 给这个题目 还说你去印度要投资什么 要讲出来 那鸿海的部分 刚才讲手机代工 苹果的手机代工 就在那边设厂 还有什么 入股这个叫行动网路公司 那你再看 很奇怪的是 联发科也入主同一家公司 因为他是印度里面 非常有名的网路行动公司 行动网路公司 行动网路公司 就是为了发展5G 而先行去做路股 我刚才讲人口红利里面 未来里面 是不是跟手机有关系 手机就是5G 那我这个部分先吃这个 那未来这个大饼 我就站到了手上 所以淑芳姐 我如果现在说 鸿海跟联发科的此举 几乎等同于 要去吃印度13亿人口的 5G商机 没错 漂亮 那你看 联发科是不是就做5G晶片 当然 联发科是不是IC设计 那是不是就可以去跟他去做一个 强强结合 对 强强结合 所以联发科的这个动作就是 台映电子生态链的完成 对 没有错 那你来看联发科之前 外资说喊到700 再喊到1000都没有买 今天买了 台积电是卖的 但是联发科今天买了1000多张 1000多张 没有在前20名 但是买了1000多张 对 那伪创的部分 伪创 我跟大家讲 他如果以前纯笔电的话 那股价不可能这么强 但是他的获利一直在转好 就是他打入到什么 就是低阶的苹果手机组装 这个鸿海是中阶高阶都有 他是低阶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可以留意到未来业绩的展望性 跟iPhone12绝对有关系 还有下半年疫情能不能够消失 消费力道 那中美贸易战下 我跟大家讲 整个一个联发科 为什么外资目标价越喊越高 越喊越高 你知道吗 因为中国大陆的手机 很多人都想去跟联发科拿5G晶片 中国大陆又有很多的品牌厂 以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一个联发科 未来在第三季可能会有再下单 叫repeat order 跟over是不一样的 重复下单叫over repeat是再下一次单 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越南概念股 最近有一档仿签个股很强 它叫1477的巨洋 6月份的营修很好 它其实就在越南有涉长 你看这不就呼应了 我们刚刚在9点多 请汉城帮大家追的 现在疫情逐渐的转好 这个巨洋做服装成衣 它是仿先仿制的下游 对 下游是肥的 对 所以它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那明年来看日本奥运 是不是再一次的带动消费力 那外海的部分 外海在越南设厂到底要干嘛呢 那因为刚刚瑞涵谈到了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它是RCEP 那有所谓的税的一个减免上面的优惠 那我在那边有厂房 有工厂 那请问我要不要货柜在那边有一个住点 要啊 我做好东西 要从越南出口再到美国去 就可以零关税啊 因为又不是中国卖到美国去 所以就要货柜去债啊 对 所以它在那边就有住点 这是货柜 而且最近货柜的报价是有往上走的 国家的强项 台湾厉害的就在半导体一条龙 昨天建重所带来的前线独家 不是教大家了吗 彩色绿光片啦 CMOS等等啦 这是台湾强的地方啊 所以印度找我们太猛了 请看第一章 印度台湾 台印要整合出 打造出电子产业生态链 生态链就是这样 原因理由就不再赘述了 可是呢 我们台湾不是只有爱印度哦 因为印度厉害的是在理科 是在数理部分嘛 那跑到印度设厂的是在电子半导体高科技 那么传承呢 跑到越南呢 越南很简单 熟方姐也讲了 因为越南有加入东协10加5RSIP 所以呢 越南它不想要放弃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 美国那块的market它也要吃 所以就转到越南来设厂 所以呢 到越南设厂大部分都是以传产为主 最后一张 感谢熟方姐非常重要 到印度设厂的公司 到越南设厂的企业 主要的产品请您要看仔细 未来海外业绩的期待性哦 宏凯 联发科 微创 巨洋 旺海 广龙 这一行是未来是关键点 只要未来会好 当然股价就有期待咯 这样一个结论跟您做分享 接下来这个也是结论 但每一家的央行不但不想分享 更捏紧神经颇害怕 各国央行都在准备应付这件事情 因为呢 伦敦同意财款的reliber 即将要退偿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它要退 什么时候退呢 为什么各国央行都要很紧张 令我们的杨总裁 中央银行 也麻烦国内各大银行 进行影响评估报告哦 不做好评估报告 到最后恐怕会很残 旗展带来节线第二个大赌家 不做好评估报告